确实韩少推荐的股票没错 那就谢谢韩少了 我买一万块 你们要是买这只股票 必赔你 啊 我必赔 那陆大少爷 你快告诉我 你买的又是哪一只神木 上一时 我记得云海谷业的股票 虽然在一开始涨是凶猛 但在今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急速下降 而与之相反的是另外一只股票 我就买这只 成天地产 你有没有搞错啊 这是一只西洋股票 都快濒临退市了 你告诉我你买它 这种垃圾股他也敢买 韩少的比他也好一万倍 你看这小子没嘲讽 你确定 你当真要买这只股票 你小心亏的血 不会啊 哥 这只股票真的能行吗 叶雪 你放心吧 如果你手里还有现钱的话 我得合你买这只成天地产 肯定能让你大快逼 你真是这个 你狠起来 连你自己亲妹妹都撑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哥 哥 我这里 有我这些年攒下来的一些钱 一共是一万块 全卖成天地产吧 有种 连这种 你都敢干 哥 我相信你 成天地产 全部买入 哦 韩大师 接下来看涨幅呗 弄着瞧 看 云海一直在往下跌 我就说 云海谷叶今天一定赢不了 别特意 虽然云海谷叶一直在下跌 但你的成天地产 是不是跌得更厉害 等等 你们快看啊 成天地产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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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拿出来我的全部伸钱 鱼海谷叶怎么会跌成这样 老子怎么知道 们给我一个警示啊 反正 解释 老子亏了两千多 你那里全送个屁 老子亏了两千多 老子亏了两千多 你那里全送个屁 你那里全送个屁 老子亏了两千多 陆先生 您想投资国际原油期货吗 没错 那您准备投入多少资金 一个亿 全场 并且帮我加20倍更大 王航长 这活您能解吗 可以倒是可以 一个亿也不是个小数目 陆先生 你确定不需要再考虑一下 不用考虑 全场买入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 不过 还有别的问题 我们行啊 有一个规定 您的资金 全部要划入 到我们监管的账户 并且在操作完成之前 不能全部取出 哥 我对期货还是了解一点的 这亏起来 就是分分钟的事 你一次买这么多 放心吧 你哥有把握 王航长 你说的 我全都同意 不过 我也有一个要求 您说 我的要求就是 你必须按照我的操作 严格执行 一个亿的资金 二十倍杠杆 全仓买入 但是 你要在明天下午的三点 全部抛出 这什么道理 你不用管 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就好 妈 这是谁啊 倩倩倩 你回来了 这位呀 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耀天赐少爷 他爸呀 可是咱们中海云顶龙城地产的副总裁 来来来 坐我们耀少爷旁边来 真不错啊 我很喜欢 看看我们耀少爷 真是人中龙凤啊 哪像那个陆锋呀 连个彩礼钱都拿不出来 就知道一天到晚你瞎得死 您快别提他了 今天他买了一只股票 赚了足足两千万 我被他忽悠 买了另外一只 把所有身价都赔光了 什么家 那小菜你赔这么多钱 是啊 听说那小子又去买了什么原油期货 把一个亿都投进去了 估计又想大捞一笔了 原油期货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期货市场 我还是有一定了解 今天的原油期货 一路暴跌到了谷底 这小子朋友这么多 怕是赔得倾家荡产了 我就知道那个小子 没那么好的财运 受着那么多钱 那你帮外小子就是个穷暴发户 恐天赐哥 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这帮子啊 真不是人住的地方 这样 倩哥 我带你去云顶龙城 挑一栋大别墅 哎呀我的药少爷 您可真是太大方了 倩倩 谢谢 谢谢药少爷 倩倩 今天晚上 你可一定要好好伺候药少爷 听说这云顶龙城 就是整个明海最大的别墅 现在我的手里也有一点积蓄 买一套房子等如颜行 正好可以一起住进我们的新家 陆峰 你怎么来了 不会是卖金货输光的钱 来这里做销售吧 倩倩 这就是你说的 连彩礼钱都付不起的前卫婚夫 看起来确实一副穷酸的样子 陆峰 我说你做销售就做销售 穿的也没个销售样 你这样谁敢把房卖给你啊 你们的主管呢 赶紧来人 您稀怒您稀怒 你们的员工 就是这样的一容一表 我有没有说过上班时间必须穿工作服 你是不想干了吗 药少爷不对啊 这个人好像我没见过 他不是我们销售部的人 没见过 那就更有问题 你怎么让他这样的人溜进来 溜进我们的售额部 引起别人顾客的反感怎么办 我这就把他赶出去 你干嘛 我是来买房子 就你 还买别墅 你也不撒盘掉招着自己看一下 看看自己配嘛 姐 还好你当初没有嫁给这么白痴 否则 你可就住不上这名景龙城了 既然您说 您要买我们这的房子 您是要买哪一栋呢 提醒您就 我们这最便宜的房子 也价值五百万上下呢 今天没有 五百万呢 你买得去哪一栋啊 我就买它 云顶天宫 你没吃错药吗 这可是整个云顶龙城 最昂贵的别墅 云顶天宫 价值三千万呢 你别说三千万了 你现在都里有三万吗 现在的云顶天宫 居然才只要三千万 我记得未来可是被炒到了 三根一不止 最赚钱的果然还是房产投资 陆芳 你别逗我笑了行不行 你所有的钱都买了原油期货 现在估计输的 连裤衩都没有了吧 怎么掏出这三千万 李经理 跟他对话那么多干嘛 直接把他轰出去就知道了 开明兄弟啊 咱俩好歹也是几十年的好兄弟了 你就帮我一次嘛 就帮这一次行不行 我们龙城啊 已经快到了三串水晶的地步了 老兄弟啊 你别打扰我了 我现在正在操作一个大的买卖 什么大买卖 连好兄弟都顾及不上了 是这样 前景的 有个小伙子在我这里投资期货 这可是烫手的生意啊 一不小心会弄得轻家荡产 这是水家的孩子 赶完这个 他在我这里投资国际原油期货 而且是一个亿 追加了二十倍的杠杆呢 这么大手笔 现在原油期货市场 暴跌的比较严重 估计这小子快哭起来了吧 哎呀 比我还惨呢 更奇怪的是啊 他要求我今天下午三点钟 全部抛充 还有这种买法 没经过买期货 不管价格 只换时间呢 我准备全部抛出了 等等 你快过来看 这什么情况 我没看错吧 原油期货开始上涨 而且是一路风涨 我去 还真是 这足足涨了十五点四倍啊 这得赚多少钱 这小伙子至少赚了二十个亿 二十个亿 哎 你的云顶农程 不是缺资金吗 你可以去找一下这辈小伙子 如果他愿意帮助你在云顶农程 那不是解决你的难免之急啊 好 我这就去找另外小兄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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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